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阅读《朝鲜网销实录》 第二周《朝鲜网销实录》的重修 大家好,我是江志恩 大家好,我是张元廷 以这门课程使用的《朝鲜网销实录》内容 有这个网页可以确认 如果我们进去《朝鲜网销实录》的网站的时候 发现有一些实录有两个版本的 比如说有什么样的你也进去过吗? 像是宣组实录 宣组修正实录 显宗实录 显宗改修实录 述宗实录 述宗实录 补阙真物 述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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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录的版本 然后已经有为什么需要再次编 实录的重修大概在政治对立比较严重的时代发生 所以就政党跟新执政党 他们之间怀疑对方在历史记录的时候 对我们政党的计数应该不会很公平 所以他们要重修显宗实录 但是他们重修完成之后 没有被弃原来的 实录的版本 他们为什么 没有被弃原来的版本 原廷同学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是对历史的一种尊重 其实是执政党或是当权者 也不敢直接把他说废弃掉 是 所以他们不敢做的 因为后来的人都知道他们重修实录以后 废弃掉以前的 所以他们不敢做 所以他们给我们提供两种版本的实录 让我们能够从比较的角度 来研究历史的好处 那些两种版本的实录之外 在朝鲜网上实录的网站里面 还有另外一个名称 比如说燕山军时代的记录 跟光海军时代的记录 没有实录的名称 那原廷同学你看过吧 他们的记录名字叫做什么 叫做燕山军日记跟光海军日记 因为这两位之前登基为朝鲜的军王 国王 但是他们燕山军的话 透过中中反正 光海军的话 人出反正 把他们的王位被备位的 反正我们怎么了解这反正两个字的意涵 那原廷同学 反正嘛 假如说燕山军暴虐武道 那士大夫们可能群起联合 把他废位 那接下来就有利 像是中中就是燕山军同父义母的弟弟 那这个过程一定是 立所谓的李王朝的子孙这样子 嗯嗯嗯嗯 对 所以燕山军执政时代发生什么事 或者光海军执政时代发生什么事 都不一样 然后中中时代对于燕山军的记录 人出时代对于光海军的记录 我们应该要考虑他们的立场来解读 嗯 这个有点复杂 我们以后还有机会也说明 所以这两个 呃 王代的记录 就是我们叫做 燕山军日记 光海军日记 但是嗯 呃 呃 这两个呃呃 呃 呃 池代的 日记也在茶权网教室陆网站里面 一起公开 所以我们可以参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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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